这绝对是最难得一见的标促宅男 不但能一口气看完比赛全成无尿点 还虐点燃点糖点一赢俱全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故事发生在一代东北 拿下高中联赛冠军之后 终于准备以原阵形 留人一会儿去参加高中时期的最后一场比赛 雄本大赛 而一收到这个消息 香雪便毫不犹豫报了名 立志要向东北复仇 懂他想到 自己能再次和拳岛对决 顿时激动的不得了 只可惜这个时候 卷岛已经在位出国留学做准备了 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 去为这场比赛努力 没多久 卷岛递交了退步申请 金城第一个知道这件事 他和田索都能理解 也非常清楚 没有人会比此刻的卷岛更苦恼 另一边 好不知情的小野田 还在做着能和卷岛一起爬坡的美梦 而一转眼 他就和卷岛的命运的安排下相遇了 卷岛邀请小野田一起去爬风之山 可小野田刚从风之山上下来 又完全不知道 这是卷岛最后一次取风之山爬坡 于是他果断拒绝 想下次再约 卷岛也没有多远 静止准备离开 好在 卷岛意识不知道 小野田这家伙究竟是迟钝还是敏锐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俩终究没有错过 毕竟这还是卷岛出电车以外 第一次找小野田起车 就这样 人而肆意在公路上挤持着 小野田始终觉得 卷岛就是世界上最帅的爬坡选手 卷岛却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骑自行车感到开心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卷岛听了 没忍住笑着流下了泪水 骑完车 连人停在路旁休息 小野田鼓足勇气 说想在偶像毕业前和他比上一场 卷岛却默默低下头 告诉小野田 自己一直都在跟他起车呀 只要这么想 便随时都能较练一番 不管是在曲折的上坡弯道 长满草的乡间小路 或是没有尽头的直路 不论是明年还是以后 我都会在你身边 所以超越吧 变得更强吧 我们的总北车队就交给你了 听到这儿 小野田思绪往前 他阴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离别忽如其来 他尝试着适应没有卷岛的日子 却干啥都提不起劲 经常骑车骑着就摔了出去 大伙都很担心小野田 可时间从不会为时停留 一转眼 球门大赛便进了眼前 卷岛的缺席让总北少了一个人 名字非常好奇 将会由谁代替卷岛参赛 金城就早就决定好了 谁都代替不了卷岛 这一次他们五人出战 这个时候香雪也全员出发了 没一会儿 他们便与京服狭路相逢 只可惜 这一次的玉堂金 并没有参策的打算 代表出战的只有十元五人 超搞笑的是 水田胆大宝天 想临时顶替玉堂金的王牌身份 结果下一秒 并被荒北的气场 秒上了渣渣 紧接着 无奈也上了场 该攻冲上去 就让荒北别忘了 他还欠自己一瓶百事可乐 很快凶本到了 中北和助场队打了个照面 小野田也瞬间被他们的王牌吉木盯上了 吉木也是个爬步选手 只是因为受了伤 所以没能参加高中联赛 比言归正传 这次比赛是两天 大约超过220公里 第一天的赛程 从熊本城出发 进入持续的平路赛阶段 正由田索和明子负责 离开平坦路后 便进入到了天草岛内 这里的山岳区域就交给小野田 而跨越山岳区域后 各队便会立刻展开行动 冲向十三幅公园的终点 竞选就得助攻进城 奋勇争先了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比赛采用了特别规则 会以第一天的排名 来决定第二天的起点位置 第二天 他们会从熊本城开始 朝向阿苏山山区 终点设立在高达1333公尺的 木之户山顶 将由小野田冲到王牌 说白了 这一次小野田的任务相当重 不但要赢得第一天的山岳级侧点 还要在第二天取得山顶的重点冠军 这谈何容易啊 小野田表面上硬得爽快 背地里却一目的不得了 他非常怀疑 自己能否承担得起 删去的王牌身份 金拳和名子 赶紧给他送上了肯定 毕竟 他们可是高中联赛的冠军车队 而且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他们都会陪在小野田身边 不过 这依旧宽慰不了小野田的心 一想到这次从北的爬步选手 就只有他一个人 他就忍不住有点慌 此日 大赛即将开始 这次比赛总共有两个计测点 在冲刺型赛道和爬步型赛道 取得最佳成绩的选手 便能轻松斩破 而第一个冲过重点的选手 则会代表队伍取得胜利 说到这 东堂闪亮登场 跟他疯狂耍帅 完全不知道 下一秒自己就会被虐得肝疼 因为他不管 怎么在总北的队伍里寻找 都不会找到卷岛的身影 知道卷岛没来参赛 东堂立马就不行了 整个人都无精打采起来 伏伏却半点并不慌 他非常清楚 东堂不是会因此认输的男人 很快比赛开始了 各大车队纷纷传出 不过截区赛道算是游行 他们都没有骑得太快 没一会儿 重头戏来了 评论区真正的比赛 终于开始 重车队的速度 瞬间提升了不少 主场队首先发力 将身旁的支援 划足了力量 相许这边 新开和拳田 很快冲了出去 拳索和明子 也紧跟其后 毫不想让 精神健壮 赶紧让进拳带头 完全没想 把他们的领先位置 让出去 好歹小野田 尽快送到山域地带 另一边 拳田充分发挥了 自己肌肉的力量 带着新开 像急风一样 将其他选手 甩在了身后 不过 就这想夺得 冲刺激色点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转眼的功夫 明子和天锁 便追了上来 拳田健壮 丝毫不慌 招呼新开一声 便立刻提升速度 想和他们拉开距离 奈何明子二人 也不许吃素的 这一计划 完全没有可行性 同一时间 水田也准备搞事情了 这寝身上身一般的场景 将大伙震了个大惊 只可惜 水田修行不倒家 碰到玉堂金的姿势 却没有玉堂金的技术 一转眼 就被其他选手反超了 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与此同时 代工华丽上线 直接冲到荒北面前 再次讨要起了 自己的百事可乐 知道荒北表示 到了终点 自己绝对行客 他才回到几棚车队 招呼李其三人 赶紧实践全力领袭 就这样 吴南立马提速 想奋起直追 而此时的香薛松北 也即将上桥 准备向终点发起冲刺了 全田目标明确 立着要助攻新开 夺下胜利 明子就没有这种 为学长着想的觉悟了 毕竟比赛这种东西 难道讲究什么 辈分不辈分啊 天作表示 有被气到 直接和明子撞在了一起 全田健壮 无奈极了 觉得这两人 真是直到天崩地裂 都不会改变 不过 四人的对决 多少还是有点寂寞 代工火速杀到 带领乌南加入了比赛 明子震惊了 没想到 他们能靠团队拉到这里 很快 三方人马兵列了 乌南的计划也准备实施 警卫谷小手一回 前方三人火速退下 完事 代工别立马带人冲了出去 更妙的是 他们连侧风都算好了 转眼的功夫 明子四人便被摆了一刀 见此情景 群体召唤出了 自己的小伙伴 安迪和法兰克 想借助他们的力量 向侧风切断 讨为自己亲爱的 新开学长开道 这当然是有用的 全天新开立刻杀了出去 明子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填锁的战斗欲望 也因为新开带工 熊熊燃烧了起来 明子一下受到了感染 决定成全填锁 把这次的积色点 让给他 说干就干 明子火速开大 整个人犹如利刃一般 瞬间撕破了墙风 就这样 虽然乌南依旧领先 但全天和明子 转眼并排 追到了他们身后 这一下乌南的压力就大了 更糟糕的是 香雪总北尽奇迹发力 断断一刹那 便完成反超 把他们甩在了身后 很快 距离积色点 只剩一千米了 虽然是总北香雪领先 乌南这边 却完全没有放弃的打算 带工决意 扛起夺取积色点的重刃 猛人爆发 一个人冲了出去 他气势十足 无视侧风的阻碍 往前奋进 那凶恶的姿态 全天看了都翻出 仿佛真的看见了一只 露出犬牙的斗犬 现在行警 新开果断反强 最后七百米 名字全天 持续发力 却始终没能缩短 和带工的距离 看来是时候将 田索新开发射出去了 他们一往无前 背负着学弟的力量 奋勇成仙 激扎眼 田索和新开 就把带工抄了 带工却没有 一丝一毫的气馁 反而再次爆发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一口气实现了 自己的第二次超越 田索寸步步让 立刻深吸了一口气 他活用自己高达 8500的废火量 将充分的氧气 转为自己的力量 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 氧气周弹头 就这样 风光提索田索 顿时将新开甩在身后 而强大的对手 也使得新开的斗志 欲发昂扬 立马化身直到恶鬼 迅猛出击 很快 距离终点 这是三百米了 田索三人拼尽全力 不断提高自己的踏平 他们都有自己 绝不能输的理由 只有我一直在思考 身为三人中 较为正常的一个 田索到底会不会 被身旁两人的舌头 甩上一脸口水 终于 让初次赛落下了帷幕 新开拿下最终胜利 明泽忍不住后悔 把机会让给田索 他觉得要是自己上 肯定能赢 田索非常无奈 让他明年 奴点力 以松北初次选手的身份 拿下计算点 可谁能想到呢 明年明泽就转成全能了呀 接下来 初次选手们逐渐和车队会合 虽然总北也没能赢过这次交锋 但一看到田索和金城碰拳的场景 他们就半点不慌 不过比到现在 小雨天的状态 依旧没有调整好 紧接着各车队 就要进入山岳区域了 小雨天因为刚赢了高中联赛冠军 备受瞩目 他不能告诉自己 既然受到了团队的托付 他就要更加努力 让总北变得更强 只可惜 不管他怎么想怎么做 他都提不起劲 心里头一片迷惘 另一边的荒北也没有想到 总北此刻 竟然是由金城这个主将亲自带头 荒北直接表示 前面那个弯道 就是双方分出胜负的地方 他猛然提速 带着真波二人窜了出去 就这样 真波动堂 火速发射 金城见状 也赶紧招呼起了小雨天 谁料 他和金泉是冲了出去 小雨天却根本没提速 远远落在了后面 小雨天的脚怎么都动不了 眼神也非常空洞 终于他回过神来 想要疯狂踩车 但很可惜 他已经被压力击垮了 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时 主场队的吉木也追上来了 他迅猛发力 如他燃烧的闪电一般 顺利就把小雨天超越了 金城意识到不对劲 让众人交给金泉 便自动减速 来到了小雨天身旁 此刻的小雨天 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 狼狈至极 金城却只问了他一个问题 在这一望无际的道路上 你可以看到什么 同一时间 基本一超越相学 觉得自己赢定了 毕竟 他完全听不到 后面有任何加速的声音 奈何这只是因为 东堂这个山神加速的时候 本就是悄无声息的 他动作低水不漏 和车子的配合 也是颜色合风 所以加急速来 他能不被敌方发现 说白了 东堂的爬坡连山都会沉睡 等到敌方有所察觉 他早就把敌方远远甩在身后了 就这样 一眨眼的功夫 东堂真波就把基本抄了 基本不肯认输 立刻就想发力 只料东堂直接让真波取冲 自己转身就把基本遏制住了 这么一来 真波轻松取得了山岳祭祀点 东堂基本紧随其后 分别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 独自尊人的金拳 则快要累瘫了 以至于最后的王牌对决 损耗太大了 他根本无法给金城提供自由主攻 另一边 金服因为舍弃了冲刺山岳 成功保证石原进入了王牌决战 虽然夫妇和金城实力绝佳 可他愣是凭借心灵的那口气 跟两人成功并排 金城剑撞火速爆发 提高自己的速度获得了领先 然而夫妇也不是吃素的 愣是在只剩50米的时候 逆转局面 第一个完成了冲线 见此情景 一胖的观众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 完全没想到 相学金会全盘碾压 一举夺得 所有奖项 在第一天大获全胜 同样的 总不也惨遭质疑 不少人觉得 他们之所以能在高中联赛获胜 完全就是碰巧 这样的结果让小野田备受打击 收到看出了他的情绪 让他感到痛苦 就好好休息 现在此刻 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 然后一步一步 确实地往前进 这样的场景 能躲在一旁的金城 欣慰不已 开会的时候 他告诉小野田 任务不变 小野田依旧是第二天山岳的王牌 而小野田也没有推辞 坚定地表示 自己绝对会努力 听到这儿 明子和金城的斗志上来了 声称自己一定会好好 给小野田提供支援 小野田备受鼓舞 可第二天 却依旧紧张的天没亮就行了 他独自骑着自行车 在黑暗中行走 完全没想到 来到山天处的时候 自己竟然会看见卷岛 连而一起看了一场 非常壮观的日出 原来卷岛的哥哥 特意给他买了来雄本的机票 让他前来参赛 以免留下遗憾 不过 就高兴坏了 卷岛却叮嘱他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东堂 毕竟那家伙发起风来 真的有够棘手 小野田表示理解 但是谁能想到呢 东堂自带卷岛感应器 愣是隔着诺大的车队群 感受到了卷岛的气息 于是 他一把冲到小野田面前 问小野田 卷岛是不是来了 小野田本就不擅长撒谎 瞬间就被东堂察觉到不对劲 就这样 他干脆朝着大伙方 喊起了话 一口一句 小卷来比赛啊 卷岛非常无语 东堂卷一扫推迷 整个人满血复活 比赛前 他还特意让小野田 帮忙转告卷岛 自己会在山上等卷岛 接下来 只听枪声一响 响学变火速冲了出去 跟那摇摇领先 小野田自赶紧跟金拳 倒起了线 这次昨天的自己 实在不应该 金拳却没说什么 毕竟要是有人倒下了 就大家一起支撑起来 东北就是这样的队伍呀 听到这 小野田的眼睛亮了 地方的观众却非常不解 因为和其他 费用相线的队伍相比 东北三人的速度 实在太慢了 东北的蓄位很快落后 无南这边 则在代工的率领下 猛然发力 没办法 平路区域即将到来 这可是他们一口气 追上香学的大好机会 现在情景 东北也开始提速了 金拳三人紧跟在 无南近腹身后 不想被他们甩得太远 也争取能尽快 和金城三人会合 这确实是有用的 就在十元以为 东北已无法追上他们的时候 东北的最强buff上线了 六人组成功团聚 一切的一切 都在按他们的计划进行 虽然中途参加的 卷导就算骑进了重点 成绩想迷了前茅的概率 也非常低 但是六个人聚在一起 那才叫总北车队啊 他们的比赛 现在才刚刚开始 卷导听到东堂 在山上等自己 忍不住笑出了声 完事 只在金城一声令下 他便立刻冲到车队最前方 带了总北 发起了冲锋 拖他的服 一转眼的功夫 总北便超过了金服 地旁的观众非常震惊 他们从未见过 卷导这样的抽车方法 卷导却越骑越开心 带着总北不断向前奔驰 很快 总北追上了乌南 再供尝试去阻拦卷导 却瞬间被卷导秒了 没办法 在这种爬爬路上 卷导就是无敌的 当乌南没能在下坡和平路区 甩掉总北的时候 便已经输掉了这场比赛 终于 在卷导的带领下 总北已经能望见香雪了 他们的目标 也瞬间从追上香雪 这就把卷导他们惊呆了 而且 还没等到众人表示反对 小艺田便立马开唱 紧接着 大伙接连受到感染 一人一句唱了起来 卷导被敢羞耻 不敢知信 但这要是能赢羞耻算什么 他最后还是跟大伙 一块唱了起来 随着中级buff的开启 获得加持的总北 很快追上了 基本所在的主场队 小艺田跟他笑着爬坡的模样 可高到不行的回转术 让基本非常震惊 而下一秒 他们就被总北超越了 基本和天谱尝试去追 最后却直接被总北拉爆了 这一下 总北的面前便只剩下香雪了 卷导和小艺田重出队伍 目标只取山顶 他们很快追上了领先的东堂真波 真波立刻就想领棋 东堂却果断拒绝 让他从现在开始自由地奔驰 卷导也让小艺田 尽力去夺取山顶的终点 至此 四位顶级爬坡手的较量正式打响 感受到卷导逐步向自己靠近 东堂的战役开始熊熊燃烧 很快他们四个并裂了 状态都好的爆炸 东堂率先发力 提速向前冲去 卷导紧跟其后 没有丝毫懈懈怠 一想到 或许这会是他们最后一场比赛 两人便斗志昂扬 完全不想输 就这样 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向前 一会是东堂领先 一会是卷导领先 完全分不出胜负 而看到他们奋勇之前的身影 小艺田和真波也忍不住兴奋起来了 两人火速拉高回转术 简单地追上了东堂卷导 但姜还是老的赖啊 东堂他们即再次调整齿笔 猛然冲了出去 此刻两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自己绝对不能输 哪怕心脏就此爆炸 也必须在爆炸之前 率先冲过那根白线 终于只剩最后一百米了 他们疯狂冲刺 眼睛里只有终点 最后 卷导拔的头筹 夺到了此次胜利 他和东堂精疲力竭 汗流不止 他们的较量也来到了八胜八负 再次打成了平手 为他们的分别 画上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紧接着 小雨天和真波也来到了终点 一边感慨 卷导和东堂的厉害 一边为自己 能参加这么一场精彩的对决 而感到骄傲 但小雨天也是真没想到 下一秒自己就不小心 把偶像撞了 两人倒在地上 小雨天赶紧道歉 卷导的内心却毫无波澜 他默默看着战略的天空 再次向小雨天问出了那个问题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